在過去裏面很多時人們都覺得華人是對政治冷漠的 特別是來自香港的移民 我希望今次透過這個呼籲 香港的移民可以出來參與投票 顯示給大家知道我們不是政治冷漠 我們是關心社會 我們是想支持一個有效 和可以為我們保障福利權益的政府 大家好 我是欣妙仲 我是UBC社會工作學院院長 又是這裡的教授 我現在也是香港協議會主席 我在這裡很希望大家會考慮 在未來的散選可以出來參與這個選舉 這個選舉其實對我們香港的移民 特別有很深的意義 基本上我覺得有兩種很深遠的意義 第一個意義就是 我們作為加拿大的公民 其實我們應該履行公民的異目 就是出來選一個政府可以代表我們 以及為我們爭取最好的社會福利 和社會經濟 另一個很重要的意義就是 作為一個香港移民 大家都知道 香港現在很多市民都在爭取普選 而我們很多時候聽到聲音說 香港人未適合普選 因為我們未有這個素質 或者我們未有這個成熟度 我覺得這件事情 可以透過我們在這裡參加加拿大選舉 可以顯示給香港的居民 市民知道 其實選舉是不需要教育的 選舉是一個與身拘留的權利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履行到的 所以我覺得 如果我們可以大量的香港移民出來選舉 其實可以回歸香港 去支持香港的民主選舉 請大家在今次的散選出來投票